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 戴伊里书的第十章 戴伊里书的第十章 总共有二十一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神将有关大征战的事 只是戴伊里 戴伊里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 神所拆来的天使 向他显现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一下堕落 我们将它翻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三节 戴伊里见大征战异象的背景 第二段是四到九节 神拆派来的天使 向戴伊里显现 第三段是十节到二十一节 天使给戴伊里加力量 并向他讲述 曾与天使长米加勒 一同与波斯魔军征战 我们为今天的经文 所选的要节 是十一节到十四节 经文这样说 他对我说 大蒙倦爱的戴伊里啊 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 只管站起来 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 他对我说这话 我便战战兢兢的立起来 他就说 戴伊里啊 不要惧怕 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神面前 刻苦己心 你的言语 以蒙英允 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但波斯国的魔军拦阻我 二十一日 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 米加勒 来帮助我 我就停留在 波斯诸王那里 现在 我要来使你 明白本国之民 日后必遭遇的事 因为这异象 光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已经读完了前面 戴伊里书第九章的内容 这一章既讲了 戴伊里在神的面前 代替自己的民 向神认罪祷告 求神复兴自己的地 圣山圣所及圣城 本章的另外一个重点 便是神 拆败了天使加百列 向戴伊里讲解了 七十个七的异象的奥秘 这七十个七是神所定的计划 是关乎神的子民 以色列人和耶路撒冷圣城的 我们大家在读 九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的时候 就请留心一个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在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之间 没有时间上的间隔 他们之间虽然被作为是两个阶段 加以分开 但从时间上似乎是连续的 但是当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连续的六十二个七之后 再说明一下 这其实就是六十九个七所代表的阶段 那随着寿高军被剪除 也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 一直到人类历史的末期 也就是最后一个七出现 这其中有着漫长的时间的间隔 在这一漫长的阶段中 甚至有基督的教会产生 但在这段启示中并没有提到 我们正处在这一时段的间隔中 因为那幕后的敌基督还没有到来 也就是说最后一个七还没有来到 那这一启示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把圣经一直读下去 当读到最后一卷启示录的时候 就尤其会读到的最后一个七 我们将会看见 这最后一个七分成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 而后三年半将是神的子民 以色列人遭受敌基督 在历史上最为残暴的苦害的阶段 神的子民将又一次的经历 极痛苦的灾难 但当三年半满了 基督必向他的子民再来 并且得胜、龙、兽、甲先知 其中兽就是敌基督 那我们今天要看第十章 要说一下 整个的戴衣礼书 从七章到十二章 记载了四大意象 一个是四兽 即小脚的意象 其中还包含着 亘古常在者 即荣耀人子的启示 这是第七章 第二个意象 是有关公绵羊和公山羊 以及由公山羊所出的 小脚的意象 这是记载第八章 第三个意象 是被记载第九章 就是神的天使 向先知所讲的 有关七十个七的意象 而从今天要读的第十章 还有后面的十一章 十二章 则是讲到第四个意象 这第四个意象 是关乎幕后的大征战 有关这大征战的启示 后来真的发生在了 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 神选民的历史上 时间主要是 主前的三世纪 二世纪 但这关乎大征战的 启示的内容 还有相当一部分 并没有实际发生 而是要等到 人类历史末期的时候 才会应验和成就 当然大家想得到 这部分启示的内容 主要是关乎 那还没有出现的 小脚敌基督 今天的经文 虽然长达二十一节 但是并不难读 因为他主要讲了 在天使与戴伊里讲了 十一章大征战的内容之前 戴伊里先知 在祷告方面的准备 以及当他 祷告满了二十一天 神所拆派的天使 向他显现 并给他加力量 本章的重点在于 天使像戴伊里所讲的 他与米加勒大军 一同与波斯摩军 征战的事 这一重要的启示 是在圣经之前的内容当中 没有的 所以读今天的内容的时候 经文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 去明白并思想 神子民在地上的 一切的经历和遭遇 与他们所做的祷告 神的垂听和应允 邪恶势力在其中的拦阻 以及神会拆派自己的使者 来帮助他的百姓 这其中的紧密联系 所以可以说 本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 还有二十节到十一章的一节 经文很关键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节到三节 先知戴伊里 见大征战的意象的背景 第一节 戴伊里向我们交代了 他见意象的时间 乃是波斯王古列第三年 这就是主前的536年 此时 以色拉记里面所讲的 由巴比伦回归的第一批犹太人 已经抵达圣地 甚至他们已经重新奠定了圣殿的根基 按理说 这个时候正是一片大好的形势 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戴伊里说 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沙的戴伊里 戴伊里形容这事是真的 而且明确的说 是指着大征战 这事是由神来启示的 神将这事放在戴伊里先知的领受中 就他的经验而言 戴伊里自己形容 他通达这事 明白这意象 但如果按照后面的第十四节 戴伊里所通达和明白的 只是这意象的大致内容 知道他是关乎什么 可意象中的确切意义 却是需要神进一步的来为他加以解释 大家同时也可以参考 八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 还有九章的二十三节 神显给戴伊里所知道的 那关乎大征战的事 很明显的没有在先知的心里 产生任何的愉悦 他的灵力极其的沉重 因此才会有第二节第三节 经文中所描述的先知的感受 和他在神面前的行动 先知内在的光景 乃是悲伤的 而且是一直连续悲伤了三个七日 除了里头的沉重 第三节告诉我们 他以刻骨己心的祷告 在神面前做回应 第三节所描绘的 美味我没有吃 酒肉没有入我的口 其实很像第一章 他拒绝吃王的膳和酒的表示 这里并不是讲 先知进食不吃饭 而是在讲 他吃得非常的简单 不吃美味 也不喝酒吃肉 此外也不用油 来抹自己的身体 抹油 在圣经中 有喜乐的意义 大家可以参考 真言27章9节 但在旧约时代 人若是有悲伤的时候 就会停止抹油 大家可以参考 桑姆尔记下12章20节 还有14章第二节 这三节圣经向我们表示 戴伊里先知 自打从神领受 有关大征战的事 那一时刻开始 他便刻骨己心的 在神面前祷告 这祷告的时间可不短 总共是满足了三个七日 从头三节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时普通的犹太人 非常关心 那先后可以回归犹太地的 神的子民 在原来属他们的地土上 重建家园 重修圣城 重建圣殿 这一系列的美好的事 但是神恰恰就在这 人们欢欣鼓舞的时刻 向先知启示了 有关日后 神的子民们 必会经历到的 大征战的事 这就说明 神是无所不知的 他比我们这些人 所筹划的 要更为长远 我们在第九章看到 代理和别的神的选民们 非常关心神的城 荒凉七十年为满的事 这是眼前的事 应该快成就的事 但神所关心的 乃是七十个七 本章也是一样 神的子民们 关心眼前 圣地 圣殿 和神子民的复兴 但神所关心的 却是他子民 遥远的未来 因此 身为先知 从神那里得领受 并非每一次 都叫人心灵愉悦 内力欢畅 领受启示 虽然是从神那里 得的特权 但从神领受启示 同时也伴随着 悲伤痛苦的代价 因为知道了 那么久远的事 人在很多时候 并不会感觉到轻松 而是会感觉到 十分的担忧和难过 那接下来我们看 四节到九节 本章的第二段 这一段讲到 神为先知祷告 而派来的使者 向戴伊里显现 第四节 更加确切地 告诉我们时间 透过这一节 我们就知道 戴伊里开始祷告 是在主前 536年 那一年的正月初三 他总共祷告了21天 所以当 正月24日那一天 他就在西底节河边 得见神 天使显现的意象 并从神那里 具体地得到了 第十一章当中 天使所讲的 有关大征战的详细的启示 第四节所讲的 西底节河 就是底格里斯河 这条河并不流经巴比伦城 流经巴比伦城的 乃是诱发拉底河 所以这就显示 戴伊里和他同行的人 在巴比伦城外 他乃是站在 底格里斯河的河边 第五节 第六节 先知叙述了 当他举目观看 就看见了 神所派来的天使 向他显现 这位天使 极其的荣耀 先知观察他 见有一人 身穿细麻衣 妖术 乌法 金金带 乌法 也就是圣经所说的 俄斐 这个地方 一产 金金出名 大家可以参考 耶利米书 十章 九节 所以乌法的金字 是最好的金字 先知也看见 他的身体 如水仓玉 面貌如闪电 眼目如火把 手和脚 如光明的铜 说话的声音 如大众的声音 大家若是看 五节六节 就可以参考 以西节书 九章二节 十章二节 还有启示录 一章十三节 以及启示录 一章十六节 一章十四节 一章十五节 经文中所描述的 乃是指神的使者 而在新约中 却是如此描绘 约翰所看见的 那显现于 拔摩海岛的 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五节六节 所形容的 天使的形象 乃是无比的荣美 圣洁 尊荣和超越 所以我们看见 那在神 天上宝座面前的 侍奉者 也就是众天使天君 神给他们 披戴了 何等的尊荣 能力和威严的装饰 在他们身上 彰显着 由神而来的 圣洁 公义 以及 无以伦比的荣耀 第七节就显示 当先知看到这 异象的时候 还另有别的人在场 但能看见异象的 只有他 那其余的人 应该都是外邦人 他们的眼睛 没有被打开 得以能看见 天使荣耀的形象 而只是感觉到了 异常的恐惧和害怕 所以他们就 大大战惊 逃跑隐藏 那第八节 第九节 先知就形容自己 在见了荣耀的天使之后的身体方面的反应 他说 只剩下我一人 我见这大异象 便浑身无力 面貌失色 毫无气力 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一听见 就面浮在地 沉睡了 大家看这一经验 其实他在先前也有过 就是第八章的 十七节 十八节 类似的经验 也发生在别人身上 像是摩西 以赛亚 还有老约翰 大家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 三章 二节到十节 以赛亚书六章 一到十节 还有启示录 一章 十二节到十九节 先知在神的面前 扑倒沉睡的经验 乃是表明 作为我们最软弱的 必朽坏的人 当见到神的显现 或是天使的显现的时候 人的身心灵都会承受不住 因为天使也是代表着神 来向人显现 所以人无法承受 无法面对神和天使到来的时候 所带来的及危言的同在和荣耀 因此人就会扑倒 虽然能够听到神说话 但却毫无力量 可以使人站立在神面前 那这个时候 除非神向人说话 或是用手来把人扶起 否则那见异象的人 是无法在神面前站立的 大家看前面 以西节先知 也有过如此的经验 大家看以西节书 一章二十八节 到二章的二节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 这一段相比起前两段 就长一点 是从第十节一直到二十一节 这段讲到天使加戴伊里力量 并向他讲到他曾与米加勒大军 一同与波斯魔军征战 在这个过程中 十五节到十八节 先知告诉我们 他又有一次扑倒在地的经验 于是天使又摸戴伊里 使他有力量 我们先来注意十节到十四节 先知描述 正当他能听到天使说话 却在一听见 就面伏在地沉睡的时候 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 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威奇 神所拆派来的天使 给戴伊里加力量 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戴伊里 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这是第十节 十一节便是这位天使 向戴伊里所说的话 戴伊里听见 他对我说 大蒙倦爱的戴伊里啊 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 只管站起来 神的使者称戴伊里为大蒙倦爱的 这就显示戴伊里先知 在神的心目当中 有着何等蒙恩宠的地位 神的天使来 就是要开先知的悟性 他必须得明白 天使向他所讲的话的意义 天使向戴伊里如此说话 之前天使加百列也说过类似的话 大家看前面第八章的十六节 十七节 天使还告诉戴伊里 自己显现 就是专门为戴伊里而来 经文说 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 大家可以参考前面 第九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当天使向戴伊里说了这番话 这时戴伊里便战战兢兢的立起来 这是十一节 十二节天使接着说 戴伊里啊 不要惧怕 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起心 你的言语已蒙应允 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大家可以参考第九章的二十三节 在那里加百列也曾告诉戴伊里 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 而十二节天使告诉戴伊里 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 并且在神面前刻苦起心了 这一切就立刻得蒙了神的应允 所以神的使者就早已经被拆派来了 原本是根本不需要等到二十一天 那十三节天使便解释为什么戴伊里一开口祷告 在神面前刻苦起心就已经蒙应允 但是祷告的时间那么的长 总共有二十一天 神的使者才向他显现 怎么过了那么久的时间呢 天使解释了原因 他说 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 这二十一日就是从戴伊里开始祷告的正月初三日 一直到第四节所说的正月二十四日 正当天使被波斯的魔君拦阻的时候 忽然有大君 这就是二十一节和十一章一节所讲的米加勒 来帮助我 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天使明确的告诉先知 当戴伊里正在祷告中煎熬的过他的二十一天的时候 在天上灵界里 自己正在受波斯魔君的拦阻 后来由米加勒大君出现 帮助他一同与波斯魔君征战 所以整个那段时间 天使说 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由这节圣经所带出的启示极为特殊 因为可以说 它是圣经当中最明确的在向我们讲一个事实 那便是当地上的祷告者们 在向神刻苦己心 付代价在祷告的时候 灵界里究竟发生什么事 就这十二节和这里的第十三节 我们有理由相信 只要我们的祷告恳切 并合神的心意 那其实我们一开口祷告 神就已经应允并垂听了 以戴伊里为例 神一旦垂听了 应允了祂的祷告 神便就已经派了使者 要到祂这里来 将那属神的奥秘的事 讲解给他听 指明给他 但在地上 为什么先知 所经历的祷告的时间那么的长呢 这乃是因为 天上有蓝祖出现 究竟谁是波斯的魔君呢 我们就相信 他乃是黑暗权势当中的 在灵界的方面 操纵波斯帝国的天使 当然他是黑暗的天使 堕落的天使 是听候撒旦的命令和调遣的 这个邪恶的天使 在灵界的方面 操控着波斯帝国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 民生 信仰 所有的方面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按照圣经的观点 从巴比伦 到波斯 到希腊 到罗马 以及末后的罗马 都是戴伊里先知所看见的 兽的系统 相对而言 波斯帝国这一兽 在对待神子民的方面 已经比别的兽 在对待神子民的方面 要显得温和和友善 但温和和友善 并不是出于兽本身 而是出于神的怜悯和眷顾 否则的话 就像波斯帝国 这样显得有点温和 并和善的兽 也同样是在 一位看不见的 魔君的操控之下 而魔君 无论是做巴比伦的魔君 波斯的魔君 希腊的魔君 或罗马的魔君 这位在地上 帝国上空的 空中掌权者 乃是一心 要于天上的神 和那在地上的 神的子民为敌的 所以我们在读 以色帖记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 哈曼 图谋恶迹 要杀进 整个波斯帝国的尤大人 从人的表现 这恶谋和邪恶的手段 是出于哈曼 但实际上 这恶谋 诡计和歹毒的做法 乃是源自于 那天上的 波斯的魔君 大家看到这一点 就请大家用智慧的心 来思想 因此 当我们看今天 世界上的各个邦国 我们真的不要指望 有哪个国家 他的当权者 会对我们所信的神 自然的产生敬畏 并对神的儿女 无论是犹太人 神的子民 或是外邦教会的基督徒 有友善的态度 原则上 波斯帝国的上空 有着波斯魔君 这一出自于圣经的观念 就是放在今天 也仍然适用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 保罗就告诉我们 我们真正的仇敌 不是属血气的 那是那天空中的恶魔 是那灵界当中的黑暗权势 有些话 我们不能讲得太明显 愿大家在此多多思想 可我们看见 当呆里在地上 刻苦己心的 向神祷告的时候 那向他而来的 神的使者 正在天空中 与波斯的魔君 在灵界中征战 连神的使者 都被拦阻了 那人的祷告 还会有成就的时候吗 还会得蒙神的应允吗 我们在这里说 不用担心 因为天使告诉我们 正当他面对 波斯魔君的拦阻的时候 就有大军中的一位 米加勒来帮助他 米加勒是圣经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位天使 如果我们看 十二章的一节 就知道米加勒的职务 是专门要保佑 以色列神的子民的 神的使者 向戴伊利尔来 既然是要启示 那与神子民 日后必遭遇的事有关 那最直接 能带来帮助的 便是米加勒大军 他乃是 大有能力的天使 圣经中 没有交代更多的细节 但是我们相信 这位使者 与米加勒 同工合作 一起 与波斯魔君 来征战 那在灵界 和天上的场景 其过程一定非常的激烈 当然有人说 此处说话的天使 是加百列 甚至还有人说 他可能是 耶稣基督 在旧约的彰显 圣经没有明确的交代 可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是神 另外一位 故意在本章 没有提名的 中贵的天使 天使说 我就停留在 波斯诸王那里 其意思是 他要协同 米加勒大军 将整个波斯帝国时期 在猎王的各个阶段 所要发生的 可能对神的子民 不利的事 都一一的解决 我们所说的解决 是在灵界当中解决 当天上的蓝祖解决了 地上神子民的处境 和道路 就横通 就畅通了 所以这里的经文 实在是宝贵 他告诉了我们 若我们今天在世上 经历到了 祷告德蒙英允 生活 事业 各方面的处境 都亨通无欲 这乃是 神已经在灵界里 为我们打通了 一切的拦阻 除掉了 恶者所设立的 一切的障碍 所以神儿女们的 一双眼目 不要仅仅盯着 自己在物质世界的遭遇 而要多关注 灵界当中 正发生的事 尽管我们不能看见 和明白灵界当中 此时此刻 正发生什么 但我们相信 神掌权 并且神所派的使者 无论是这位 不知名的天使 或是天使长 米加勒 或是其余的天使 都在为 所有神的儿女们 他们乃是承受神 救恩的人 效力 所以我们感谢主 大家可以参考 西伯来书 一章十四节 那接着十四节 天使就告诉戴伊里 现在 我来要使你 明白本国之民 日后必遭遇的事 因为这意象 关乎后来 许多的日子 神的天使 向戴伊里 所讲的话 其主要的内容 就在 第十一章 我们有理由相信 十一章里面 所讲的 大征战的内容 既是会成就在 主前的二世纪 他也最终 应验于 世界的末时 也就是 人类历史的末期 因为天使 说得很清楚 天使要先知 所明白的事 既是本国之民 日后必遭遇的 这意象 又是关乎 后来 许多的日子 所以他指出了两点 就时间而言 在历史上 从距离的角度 稍微近一点的 也就是主前二世纪 要发生的 另外 还有更遥远的 就是到了 人类历史的末期 才出现的 这样一理解 经文中原有的意思 也就全背了 那接着 十五节 十六节 十七节 先知又再一次描述 他听完了 天使向他说讲的话 结果就脸面朝地 哑口无声 十六节讲到 正当戴伊里 感觉到软弱无力的时候 一想不到的是 天使就摸了他的嘴唇 于是戴伊里 向天使说话 坦白地承认 说我主啊 因见着异象 我大大愁苦 毫无气力 十七节 他再强调自己的软弱 戴伊里说 我主的仆人 怎能与我主说话呢 我一见异象 就浑身无力 毫无气息 十八节 就像十六节一样 有一位形状像人的 又摸我 先知于是觉得 有力量 十九节 天使对他说 大蒙倦爱的人啊 不要惧怕 愿你平安 你总要坚强 我们看到 大蒙倦爱这一称呼 曾出现在 第十一节中 天使要先知 把惧怕除去 从神领受平安 而且要带着 坚强的心 来面对神 所启示的意象 天使一这样的鼓励先知 先知便感觉到有力量 所以十八节 十九节 都这样说 他于是对天使说 我主请说 因你使我有力量 由于在第八节 第九节 以及十五节 到十九节 先知在本章中 两次出现了 面对天使的时候 所表现出来的 身体的软弱 于是在他刚强以后 天使就问他 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 很明显 天使是想确定 他告诉先知的话 是否已被先知领受 大家注意 第十四节 那后两节经文 二十节和二十一节 就是天使告诉先知 在他与先知讲完话以后 接着要去执行 什么样的任务 他说 现在我要回去 与波斯的魔军征战 注意 征战并没有结束 天使与波斯魔军的征战 并不仅仅是发生在 先知在地上祷告的时候 先知的祷告 二十一天 哪怕是四十天 都有结束的时候 先知甚至还会有安歇的时候 大家注意 十二章的 第十三节 但天上的征战 并不会止息 因为神的使者 若不是持续的 与波斯的魔军征战 那么尽管在波斯时期 神在地上的子民们的遭遇 也不会蒙福 和有平安 只要地上的邦国还存在 地上几个帝国的政权 还在更替 神的使者 与那在天上的 属世的帝国的魔军的征战 就不会结束 所以天使明确的告诉戴伊利说 我去后 希腊的魔军必来 意思是 与波斯的魔军征战过后 又要与庇护希腊的魔军征战 而那时 戴伊利实际上已经安歇 等候复活的时刻来到 二十一节 天使是向先知强调 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 有人说 这里的真确书是一本书 里面所讲的乃是神所定的 关乎人类历史末期的计划 但也有人认为 它就是生命册 大家可以参考 十二章的一节 还有出埃及记 三十二章 三十三节 并且天使强调 除了你们的大军 米加勒之外 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 我们说过 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 天使长米加勒的责任 是专门要保护神的子民以色列 所以这位天使就要与米加勒大军 一同来与波斯的魔军和希腊的魔军征战 以确保在波斯时期和后来的希腊时期 神的子民在地上能为信仰的缘故站立得住 实际上十一章的一节 是可以放在这里与二十一节连在一起的 但是既然圣经分了章 我们就留在下次再讲 我们今天读完呆里书的第十章 就请特别留意呆里先知 在领受完神启示之后的反应 这位忠心的神的仆人 面对神给他的启示 乃是以敬虔的生命和行为作为回应 但这回应不是让人身心愉快的 而是极其沉重悲伤和难过的 有人在解释十六节的时候 特别的告诉我们 当先知告诉天使 说因见这异象 我大大愁苦 毫无气力 先知是形容自己整个的生命无比的痛苦 而那种痛苦和无力的感受 在圣经的原文是在形容一个妇人经过难产 在整个的挣扎的过程当中 已经将气力耗尽 所以圣经常常用这样的表述 形容人的痛苦 而在这里也特别在形容 呆里在神面前为神所启示的异象 所付出的祷告的代价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 神借着自己的使者加他力量 并且告诉他乃是大蒙倦爱的人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已经提过的 神的儿女不可以不知道的是 当神的百姓在地上祷告的时候 在天上同时就会发生极大的属灵征战 人的眼睛虽然看不见这一切 但是在灵界中 神的使者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而去与邪灵征战 这一事实却会极其深刻的影响地上 所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要学习 透过我们在地上的经历 来辨认并识别 神借着自己的使者 在灵界当中的工作 要永远记着 我们是蒙福和受益者 我们在地上没有做什么 但是伟大的神却给我们尊荣 只是借着我们投入的祷告 心灵当中的悲伤沉重负担 或者不吃美味 也不喝酒不吃肉 也包括不用有抹身 这一系列的行为 就参与到了天上的属灵的大征战中 然而这样的负担和感动 人是不容易有的 只有那被神兴起的人 才会经历这一切 愿神恩待你和我 我们虽然软弱 但他是强壮的 但愿我们都关注那属神的事 我们若是对神的事有热心 我觉得今天所读的十章十二节 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我们不单单是无需惧怕 还有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美好的事实 那便是从我们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 也就是属神的计划 并因此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 我们就该牢牢的确信 我们的言语以蒙神应允 神所拆派的使者就会为你我而来 我们不用担心他来过程当中 所会遇见的天上的征战 因为神必然确保自己的使者们 可以与那天空中的邪灵征战得胜 要记得天使与邪灵征战能够得胜 既是为了神 更是为我们 所以我们乃是一群蒙福的百姓 感谢赞美主 来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耶稣 天天引导我们的圣灵宝会师 我们感谢你 主在公元前的536年的正月 你将有关大征战的事 放在你仆人 拜一礼的领寿中 他于是就在你面前 窃窃祈求 刻苦己心 为的是要明白你的计划 主你悦纳他的心志 那是从他第一日 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开始 你就派你的使者向他而来 虽然你的使者被拦阻 但你说拆派的 米加勒大军就帮助了你的使者 我们看到黑暗权势 绝不能拦阻你的计划 因为你的计划 你的旨意 要畅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主求你将生命平安 赐给凡属你的人 让我们学习在地上 为着你所启示的事 在你面前祷告祈求 不绝望 不放弃 哪怕经过许多的时日 哪怕是21天 哪怕是40天或是更多的时日 都让我们持守在你的面前 知道你在宇宙外有当中 以及人类历史当中都超然掌权 没有谁能拦阻你的旨意 因为没有谁能打过你 我赞美你的名 我更要感谢你 拆派你的使者 为我们这些承受你救恩的人效力 我们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在此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 就能够找到helação有沒有 圣名 作词 泉 海浦 作词